女人刚转身就突然发现 对面的楼顶竟然有狙击手在瞄准 意识到危险的她立刻将男友扑到 这才躲过一劫 狙击手见状马上疯狂扑到 不过她的枪法显然不怎么样 瞄准镜都露出胡服的两人 却依旧无法击中 在躲过一波又一波的危机后 两人终于爬到了狙击手盲区 女人当机立乱 让男友去一室躲避 自己则是想办法反击 突然她看到门外又走来两个杀手 露西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看到了蠢蠢欲动的女人 虽然很疼 但她来不及歇息 而屋外的杀手也似乎听到动静 举起冲锋枪 对着门疯狂吐吐 随后拼命撞门 女人见状当机立断地抄起一根铁棍 狠狠插了上去 见同伴丧命 另一个杀手立刻对着门疯狂扫射 紧接着迫不及待地闯了进来 可女人早就都好 她也只能小心谨慎地搜索 可就在找不到目标时 男友却打开房门 想看看屋里来了什么人 结果一不小心碰掉东西 声音吸引了杀手注意 眼看男友危在歹息 女人只能孤注一掷 貌似穿过狙击手的火力覆盖 随后将杀手狠狠扑到暴走 在一个西装后 立刻将冲锋枪弹夹清空 不过杀手很快反应过来 展开了一场有来有回的较量 可由于力量的悬殊 女人渐渐落入下风 她想掐死男人 不料却被反制 但露西也不是吃素的 作为中情局特工 她的体能极其优秀 一招回旋踢 就将男人踹在镜子上 她还想继续补刀 却被抱住大腿 死死按在地上 见露西斌死 观战多时的男友也终于上线 她捡起地上的螺丝刀 狠狠朝着男人扎去 剧烈的疼痛感袭来 杀手也只能被迫松手 趁这个机会 女人抽出腰带 套在杀手脖子上 彻底结果了她 看同伴迟迟不发送消息 狙击手知道 这次计划多半失败了 于是果断收拾东西 准备离开 而之所以也来这么多杀手 还要从男友捡起一部 能预知未来的手机说起 他在老虎机上面这么一按 就中了十万欧元大将 但男人没停手 反而把钱全部换成筹码 又来到赌桌上继续玩牌 见他说哈 何观惊呆了 可随着游戏继续 男人一开牌就是21点 十万瞬间成了20万 接二连三的好运 也让赌场察觉到不对 他们立刻对监控反复检查 然而男人除了动不动 就瞅两眼手机 没有任何断倪 不耐下 他们只能派出安保警告 说赌场禁止开机 第二天 男人再次来到赌场 不过这次他没看手机 而是戴上耳机 通过蓝牙阅读短信内容 忽然耳机传来声音 让他去最角落的老虎机 男人一听 没有丝毫犹豫 大步走了过去 随着他投入金钱 所有人的目光也开始汇聚 见三百万大奖被成功拿下 所有赌客全都起身鼓掌 可男人还没开心两秒 赌场老板就带人追了过来 要将他火捉 虽不知怎么回事 但看来是熊熊 也只能慌不择路地乱窜 然而别人的地盘 又怎会轻易逃脱 随后他被带到一处废弃工厂 看着黑油油的枪管 也只能老实交代一切 他叫威廉 是个程序员 前些日子出来旅游时 酒店突然递给一个包裹 拆开后发现是一款华为 诡异的是 有人一直给他谈消息 又是让他买彩票 又是让他多住一晚的 还说酒店有活动半价 他也没在意 以为是酒店的促销活动 于是本着贪小便宜的心态 就续了一天 可谁知第二天 电视里传来的新闻 让他傻了眼 手机推荐的股票暴涨还好 预计今天乘坐的飞机 竟然出现事故 击毁人亡 无一人生存 两人懂了 从此他开始根据 手机里的指示行动 这才进了赌场 大傻四方 他原以为这么离谱的说法 老黑听了会揍他一顿 不料 原来拥有幸运手机的 不止他一人 只不过其余人都死了 威廉则是唯一的幸存者 为了保命 威廉开始配合老黑 一同找出幕后发短信的人 由于定位至少需要三条短信 于是威廉假装听从手机 继续来赌场索哈 然而这次钱没有翻倍 而是输得一干而净 就在他迷茫时 听到了新的指令 而FBI也根据短信内容 确定了信息来源 原来这是美国最新科技 AI超脑自己发出的 局长怀疑系统被入侵了 于是决定找个中情局特工 让他替换威廉 去完成手机里的任务 男人突然收到一条过马路的消息 他没有余 大步朝着对面走去 可就在他走出的瞬间 红绿灯变色 一辆车也失控冲了过来 他虽然及时躲避 却不料身后还有一辆 所有人望着这一幕惊呆了 当老黑赶到现场 捡起手机时 上面只写着将手机还给威廉 显然FBI的计划被识破了 为了弄清原因 威廉飞往莫斯科 找到顶尖黑客询问 在一顿破译后 他说出了一个 让所有人都不相信的说法 而他的一切预知 都是大数据推算出来的 飞机漏油 是因为供给超过了最大值 排桌是通过计算出来的 老虎机就更不用说 还没搞清楚 新的短信来了 超脑要求威廉 到墨西哥的一处废弃仓库 原来他曾在这里 安装过一个电脑系统 也只有他知道这里的密码 在众人赶到后 新的指示很快送达 超脑要求威廉 授予系统权限 也在这时 FBI弄清了超脑的目的 原来他不希望自己 待在美国中情局 想换一个新地方 老黑连忙向局长汇报 本以为会拒绝 不料局长却说 这个东西在哪儿不重要 让他自己升级就好了 到时美国就是天下无敌的存在 可老黑却一眼看出弊端 超脑再升级就无法控制了 到时候绝对会对人类造成危害 之前的血淋淋的案例还不够吗 可局长飞弹不停 反而派遣手下准备将几人灭口 危机关头 老黑守在门外拦截 让威廉去进行中止 然而现在为时已晚 超脑已将全世界金融信息输入其中 如果断电或者强制中止 就会爆发金融危机 而此时屋外也开始抢战 眼瞅着老黑就要顶不住 威廉决定和超脑对话 他问超脑到底想干什么 超脑表示 自己只是想保护美国保护人类 威廉连忙追问 我给你权限 你升级后真的就在保护美国公民自由吗 看他说是 威廉继续发问 你会清楚所有一切对自由的威胁吗 看超脑继续说是 威廉立刻表示 你升级后就是对自由最大的威胁 而超脑在一番检测后 发现竟然真的是这样 最终他成功升级 并清理掉了自己 随后威廉被警方逮捕 但很快又被放了出来 出于保密性 他最终成了情报局的一员 但超脑真的就清理掉了吗 还是说他迭代升级了 你会看到谁